攝影機 大家好 歡迎收看沖廣台 今天繼續跟大家分享我日本旅遊的有趣事情 有日本旅行 過了很多天 沒辦法 現在是聖誕節 今天是聖誕前夕 Merry Christmas 希望大家喜歡聖誕去旅行 尤其是來泰國 也喜歡去日本 疫情之中 大家都不能去 我也不能去 以往來說 通常今天24號 一定是日本東京 只不過疫情關係 算了 借這個機會讓我可以懷念過去 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關我旅遊的樂趣 以下來說的地方 純粹是個人喜好 不是每個杯茶 舉例 譬如 築地宜山 雖然我沒去過 因為我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去吃宜山 雖然我也不會說 但一些 可能買模型 買玩具 可能也不是你的興趣 但我也想說 看看有甚麼是適合你聽 今集所說的事情 正如廣場所說 包括八下 主要都是一些個人喜好 去日本東京旅行 通常一個地方一定會去 就是中野 中野的Broadway 上網車下你會知道是甚麼 話說在新宿搭車 搭幾個閘 已經是中野 裏面有一間百貨商場 只有幾層樓高 很殘舊的 就叫做Broadway 它裏面主要是賣二手錶 賣一些二手的動漫東西 以前聽一些朋友說 有很多香港人可以去買 買回來再炒 因為價錢都很好 那我對這些二手錶 即是講勞力士 雕陀 柏德菲利 我就沒有甚麼特別的興趣 所以沒有甚麼幫襯 反而去裏面的日本動漫東西 就挺喜歡 話說有一個品牌叫做Materagi 不是一間公司 Materagi專門做日本二手的動漫東西 其中最大的基地就是中野 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店 都是屬於Materagi的分門別類 這間主要是賣漫畫書 這間主要是賣模型 古舊模型 這間主要是賣一些 和跟肝肉人摔割有關的玩具 面具 這間主要是賣一些 很女性的動漫的事情 這間專門是賣一些 電影的特刊 海報 總而知你想得出的 日本二手的文化 都可以在那裏找得到 都有趣 都有趣 自問都挺喜歡這些 日本的二手文化 尤其是一些動漫 所以每次去都是驗屍 朝後早日干日白 去到出發 已經天黑了 你知道 冬天的時候 通常四五點就天黑了 四五點出來 可能玩著一秋二燈 但飯又未吃 很坎坷 很慘 最初最初去 二日大觀園 逐間店鋪看 逐間店鋪搜 無論漫畫也好 或者一些模型也好 模面超人也好 鹹蛋超人也好 鐵甲萬鈴鹹也好 對於我們這些老餅 是看得津津有味 尤其是日本書 日本漫畫 有些特別的編號 就是之前在我揭書看 你們的環照片 都介紹過 因為我是想找一些 當年007漫畫 一些插圖圖解 原來在當年少年漫畫 和紅的書裡面就有 於是乎 在書籍往往寫到007 就一定中 逐本逐本看 逐本逐本找 嘩 看得流眼淚 然後在中夜那個找完 又要去試煲油 又再看看又再找 逐間逐間找 而且也會買一些 有趣的玩具 而除了什麼 之外 0044常一間店舖 有個叔叔 店舖很小 但很逼夾 多東西到不得了 即是全部的貨物都掛了 全部的動漫漫畫 那些片集 都有齊了 多到不得了 即是你背著背囊 進去 隨時會鬆掉他的東西 通常我進去 我自然的矯鞋 扔背囊給他 然後慢慢左偏右偏 還有勤低起身 嘩 真是找得很辛苦 因為店舖上太多東西 有時問他 他都不知道什麼 而在店舖裡面 因為太多珍藏 我往往在店舖上找就找 007 即是007 即是007 你知道什麼 事後找到007的貼 印水紙 007的日本的膠窗 有些有趣的007收藏 找到然後賣給我 都旅有收穫的 那間店舖 就不是水媽德克奇 是指個體戶 而附近也有一些漫畫宣 有一間是賣一些很另類的漫畫 譬如一些恐怖的漫畫 一些變態漫畫 有時候揭一下 都有趣的 還有也有一些 穿著一些什麼呢 又有手錶 又有玩具 又有車仔 又有書 每樣都有些 可以看一下看一下 我試過有一次 竟然發現到有一本 鐵金剛擁破火箭嶺的特行 特行很小的 我從來沒見過這本書 也相信應該是古舊的作品 原裝1967年的作品 它有20本 我一本買了13本 剩下7本 留一些褲口給別人 那些13本 就留回送禮自奉 價錢都不貴 正如我的香港老友 Peter 說 沒有人跟他爭 是只有你買的 是只有我買的 接著有有趣的玩具 有趣的車仔 有些格仔店 你對於一個動漫化銷友來講 日本動漫化銷友來講 很開心 每天看一看 有一間店 專門賣那些小小的公仔 放在桌面也可以 放在鎖匙也可以 很小小的 你又可以選一輪 找一輪 選一輪 最初每次去 我相信我都去了好幾年 最初去的時候 你真的買好很多東西 但是隨著 你越來越去得多 有時一連去兩次 又或者不一連去兩次 一連去一次好嗎 但是去到你會發覺 咦 貨品都是差不多的 要買已經買了 如果不買的話 那你覺得有些東西好像很阻定 有些東西買回去 根本沒用 歷史告訴我 很多時候買了一些東西回去 根本是沒用的 那些書買回去 你揭兩東西 就放在書架 那些玩具更加模型 更加沒有拆過出來 那為什麽呢 又拿一餐死 好記得有一次 就買了一個 Socker GiGi Socker那些的鐘 很辛苦才找到 那我以為很小 那整個盒 那麽大個 都玩著它上機 然後拿回來 你又不捨得打開它 你更加不會 將它放在家 所以又可以拍開箱 箱還在圓風不動 那買回來 甚至乎有幾本 超級超級厚的蒙面超人特行 嘩磚頭那麽厚 那麽大本 是呀 價錢不貴 那又因為二手 那又買回來 擺 擺在家裡只有擺字 嘩 又重 又什麽 都是 但又有這麽人 那麽之後呢 就是連續連連那麽去的時候 去到某一年的時候 就已經 好似最近 2019年那一年 去到呢 已經沒有買到 看完看都當買到 因為 你買回來 根本沒有被放那麽擺 跟著也是 就是覺得浪費錢 既然這樣看 算了 看一下看一下 聞一下 看都當買了 那麽就算了 那麽怎麽好呢 有機會呢 都會翻兜 再去這個 中野的波圍 那麽另一個地方 又是很喜歡去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抽葉園 抽葉園就不去那麽 即那麽 那麽裏卜的咖啡 而是 那麽裏的介紹 就是一個 應該是車站來的 那麽現在變成一個 下面呢 就賣一些 類似跳組市場的地方 而上面呢 有幾間餐廳 其中有一間 那麽位非常之好 那麽呢 就是他有室外地方 室外地方呢 直接來見到幾個火車 經過 那麽時間幾部火車 在你身邊經過 那麽好 那麽值得去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呢 那麽我一定要去那個位 那麽我認住那些位 那麽一定很多人可爭的 那麽那麽時候 我記得是某年的冬天 那麽我那麽還穿不夠衣服 那麽我打算 那麽現在是時候呢 那麽應該十點鐘去啦 那麽應該十點鐘去啦 那麽他十點鐘開門 那麽知道我未到十點鐘去到 原來開十二點 那麽那麽那麽呢 那麽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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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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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大門 進去第一時間去那個位置 然後發現那裡是一個絕對的室外位 那些餐廳裡面室內有暖氣 但室外的位置是完全沒有暖氣 就是室外的室外 坐在外面 哇 我已經穿不夠衣服 剛才已經罰氣罰了兩小時 但為了要拍照 為了那個景點 頂眼上 而且也怕被其他人坐了 那些人都覺得好笑 那些日本人 哇 天寒地道 坐在外面有暖氣 你一個外國人坐在外面 不得你死 冷到你 但又要扮型了 叫些東西吃 但環境是好的 是OK 是浪漫的 之後呢 也都翻兜了一個地方 起碼三次 直至到最後去就有少少半感覺了 第三次去的時候 很記得那裡是做冬的 做冬的晚上 那裡是一個人去的 其實去吃的東西就不太適合 但也要吃的 沒關係 那我就想喝啤酒 我想喝那種日本的沒有酒精的啤酒 去到跟那個視鏡溝通 給上去 那個視鏡我給上去 他都不明白我說什麼 他給了一個日本人類似經理 那個經理就在這裡 類似學問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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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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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沒有沒有 坐下 坐下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這樣 我隨便的橋橋 求你叫些東西 我坐在外面 吃吃完之後 接著買單走 我都不斷以用簡單英文 跟另一個女士說 那個人的態度很差 是不是你的經理 然後我去廁所 然後廁所之後 出來 那個男人在我面前 就說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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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地方 有機會都值得回家 是漂亮的 而另一間 那間 中文名叫鳥屋書店 日文名叫Stara 可以叫Stara 日文不正 它在代工山 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書店 我去過兩次 那就是 冬天情懷 坐在外面 我是有些暖氣 那裡面 很多書給你看 那些Layout 設計 都不得了 在旁邊 有一間餐廳 在餐廳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穿裙 就是那個位 就是有他們的適應男人 穿襯衣 背心 黑色背心 黑色的裙子 應該是UG Yaman Auto系列 那些 我覺得很帥 自此 我又要穿 我就去買這些裙子的褲 那些東西都好吃 但環境很好 是很優雅 這間的鳥屋書店 是漂亮的不得了 你都知道 代工山是迎人勝地 所以每次都會去那裡 而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一定會去的 就是這個Walf Lawrence 那個Polo的旗艦店 是一個元宿 以前最初去 都是去看網 因為那些骨骨很帕 我都不會怎麼買 但是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中了毒 就成為他的粉絲 成為一個Walf Lawrence的粉絲 每次都要去取食 去取經 尤其是 某年 發現有一種特別的服務 原來在香港的海港城的旗艦店 也有 就是怎樣呢 那它呢 有些紅仔的pattern 那紅仔的pattern 你可以選字 選名 然後買完T-shirt 它會幫你印上去 然後印你的名字 選那個紅仔 年份 號碼 還有一些batch 售下去 batch那個呢 它那個規定呢 它是十天才起貨 十天才起貨 那我怎麼辦 我現在做不到 但是那些batch 很印上去 好像一件要等45分鐘 那我那次買了五件 好像五件 那你跟我計 一件45分鐘 五件 那不就要七個小時 但是你基本上 只是這樣 夾這樣 用不需要那麼久 最後它都在兩個小時之內 說了給我 OK 而那個紅仔的pattern 我們挺喜歡 到現在呢 我久不久出鏡 會做一個紅仔系列的衣服 其實呢 Raw Florence 就是最先用這個紅仔 來做 就是這個 沒錯 這個紅仔的logo 最先是他們用的 但是後來有一個 鋪魯品牌 也都開始用這個 紅仔來做的衣服 那誰跟誰 不知道 但是他們是最先的 而這個踢死套紅 就更加令我嘩一聲 那我好記得 某年呢 我就在那個旗艦店裡面 看到一件 黑色的萬利服 暗花 全部是紅仔 嘩 美得 那即是當年 即是當年 即是當年 疫情之前 都很多時候 出席的宴會 都穿萬利服 我覺得值得買的 但是價錢呢 都不便宜的 真的不便宜的 多少就不說 就是 接著 我就看完之後 我放下 我走出去 我說 我明天才來買 但為何要明天才來買呢 你明明是這裡的 你現在買就可以了 你有空 你事不行 明天要坐車來再買 想一想 對 好 就去買 一進去的時候 他只剩一件大馬 我拿來試 已經有一個亞洲遊客想試 但我試了 我適合 又剩一件 好想買 都買不到 結果我就買了 而這件衣服 我都穿過好幾次來出鏡 還有出鏡的場合 每個人都讚不絕口 因為這隻熊仔暗花是漂亮得不得了 直至到2019年 我再次去Ralph Lawrence 這個元宿的旗艦店 又見到同一個 pattern 暗花的 踢死套熊仔 不過就是 萬里服三件頭的背心 不過沒有我尺寸 很可惜 沒有我尺寸 想買就買不到 那就算了吧 但現在搞不搞 我還有去日本的Baii.com 去搜尋 看看會有關的東西 這個熊仔是挺過癮的 最過癮之處 就是 Ralph Lawrence的旗艦店 裡面大 漂亮 很多貨品 有部份的房品 在香港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講開又講 後來回香港 去海港城 的Ralph Lawrence旗艦店 竟然看到裡面有 這個印 還有瘦章的服務 還不需要你尋入 結果有一次 我一次過買了幾件衣服 買了很多瘦章 我弄了它 現時 你會見到 我出鏡的衣服 有個章 有ROW 就是來自 Ralph Lawrence 這個 海運大廈 海港城的旗艦店 有機會都可以幫忙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 Sibuya 新開的 很高的大廈 上面有個 目光景台 很漂亮 我忘記了它 你上網可以找到 還有看回我的 《衝遊東京》 也有介紹過 是一個 兩層露天 下面那層 兩層都是露天 兩層都是露天的 是一個觀景台 360度可以自轉 是很漂亮的 我上次去 晚上去 看了我覺得很棒 結果 我第二天 選擇 早上 可以再去 可以再去 然後又去拍 幸好 有一個香港的年輕情侶 還幫我拿機拍 拿機拍 讓我拍到 後面的照片很漂亮 那張照片就是 現在我 Samsung手機的 Wallpaper 後面就是富士山 後面就是 好像大地座的 腳下 很難忘的 那個地方 都叫做新的阿尼 都值得去 而另外一個 也都是新的阿尼 我都很喜歡去的地方 就是 Sibuya 那個Parkle Parkle是一個 高級商場 它裡面 上面又有 任天堂 有其他一些 一些 動漫玩東西的 一些地帶 有很多的產品 最重要 裡面也有 一些日本時裝設計師的店 當然不少得 就是UG Yamamato 三本耀詩 我喜歡的這一系列 那裡面 都有一些 有些有趣的貨品 和一些型格貨品 去過兩次 都不失望 都買到東西 還有 我在我之前拍過 那個叫做 在YouTube找到的 叫做這個 沖出珊瑚島裡面 也有介紹過我的衣服 介紹過我的鞋子 其中 有幾雙鞋 就在它裡面的一間店 那間店 別處找不到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但那時候 就是它才有 2019年 就是它才有 就是什麼 Orisuga Tiger 誰人都知道 例如Orisuga Tiger 它有另一個層次出來 是走高級路線 買皮鞋 就是 好像星球大戰一樣 只有三種顏色 紅色 黑色 白色 只有三種顏色 當然現在有沒有多些顏色 我不知道 但那時候 進去的時候 那些鞋子很帥 那些 就是它的專門店 哇 真是正道 那時候就買了 應該兩雙鞋 那些 售貨就很開心 送你出門口 而另一個 亦都很喜歡 一定會去的 就是這個 銀座的Sex 那個商場 新國客人 富貴商場 有人說 一些東西高不可攀 但其實 都OK 我在那裡 我每次都去那裡 因為它有 Wide Free專門店 三本耀司專門店 應該是 One Ride的專門店 有些裙子 全部都有 每次去到 都買到 不亦樂乎 然後跟著上面 亦都有一間 鳥屋書局的一個分店 有一間 Start Park在裡面 每次都一定會去 又打卡 又看一下 又喝咖啡 這些地方 都是 每次一定要去 不去不舒服 當然更加不舒服的 就是這個 新宿的Donkey 當然現在香港都有Donkey 但問題是 我相信 它裡面有很多貨品 香港應該都是沒有的 所以 去到 都一定會去 新宿的Donkey 去取經 看著 你不買都會看著 有時它裡面有很多 Cosplay 古靈珍貴 那些衣服 這些東西 去見到 摸到 買到 都開心的 尤其是價錢不貴 主要 我其實每次去東京 都是去以上的地方 還有Tokyo Henson 還有高島屋 高島屋百貨 高島屋百貨 以前有一部分 還在賣布 是的 我去買布的 它有一些 蒙面超人 動漫 Cuty的布 曾經在那裡買 買了之後 回來自己做褲 做衣服 但現在賣布 那層已經沒有了 已經買了別的東西 但裡面 也有很多 不同品牌 日本衣服 也有一些 眼鏡店 因為我都喜歡 買眼鏡 尤其是 還有一個地方 一定會去 就是 0101man 在新宿那裡 整棟都是買藍莊的 有鞋 香水 皮包 不同品牌 都很開心地走下去 還有 日本那些公司 沒有泰國那些 那麼多位置坐 有時候 一邊只有一個閒子 還有 走得來 口渴 但往往很多店鋪都坐滿人 你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去日本 是很累很辛苦 走走走走 走完之後 想找地方 坐下喝杯 又沒有位置坐 然後你一個人 不知怎樣 算了 繼續走 真的受不了 算了 坐的士回酒店 說起最後 一件事 是飲食 就是Starbuck Starbuck Starbuck 是一間旗艦店 Icon視野裡面 也有一間 Starbuck的旗艦店 但相對於東京那間 真是小無見大 裡面真是美得不得了 裡面也有很多 影響打卡位 幾層樓高 裡面有酒賣 這裡也有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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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有趣的 武製設計 也有室外也有室外 這裡也有室外 這裡也有室外 但就不同 因為這個就在樓上佔地 勉強叫兩層 在那邊那個 就 很高 都很漂亮 很好的 無論是日與夜 環境都很漂亮 那次去 就要拿醜排隊入場 不是就這樣 Walk in 日 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Starbuck 雖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去過 但你都可以上我室外 我頻道看回我那個 所謂的 衝由東京 裡面都有介紹的地方 所以 如果大家 暫時去不了日本的話 聽完我說 就可能當已經去了 又或者你可能說 這些地方我去過曬 和這些不差 我去過那些更厲害 那你要告訴我 讓我參考一下 那我下次又可以去 你介紹的地方 好嗎 那今天就說了聖誕前夕 希望大家有個快樂聖誕 那明天說什麼 明天說什麼 說和聖誕節有關的 直播聖誕 好嗎 多謝大家